薄熙来下台后 中共全斗白热化 据传温家宝已经提出 平反法轮功 平反六四等主张 对此 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表示 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是必然的 没有一个专制能够维持长久 如果人民与领导者自觉越快 折磨的过程就越短 他还说 此刻的台湾 应该更认清自己的民主使命 薄熙来遭解职事件越演越烈 美国媒体CNN 以薄熙来丑闻未协 酷刑指控紧接而来为题 揭露薄熙来任内的酷刑黑劳 最后还讽刺地说 薄熙来消失了 没有人再见到他 中共的铁碗 显然地也用于对付他们自己的人 而在江泽民派系 罪恶揭发的同时 据传即将退休的温家宝 提出了平反法轮功 平反六四等主张 对此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观察 中国大陆自由化民主化 也是必然的 问题是时间有多长 折磨多久 这个要看人民的觉醒 还有决心 还有领导 这些领导人物 他的眼界 他的历史观 全世界都有戒严 有专制过 但是没有一个政权能够维持久 这就是时间的问题 谢长廷强调 人民要自觉 没有政权能维持久 作为过去美丽岛辩护律师 见证台湾民主路 谢长廷说 两岸互动评 台湾此时要认清中国真相 勿当历史罪人 所以台湾的领导人物 他要知道他有这个世界 世界史的历史任务 的责任 不是说你自己去就好 还是要想到说台湾 还有在世界史上 一个民主的 一个共同体 被专制的共同体 把它吸收 把它消灭 那这个是历史罪人 民主的罪人 华尔街日报 日前先是揭露 薄熙来家的保姆离奇命案 与薄熙古开来有关 纽约时报甚至提到 薄熙来已被软禁 面临遭清算命运 古开来正遭到拘押 中共权斗升级程度 备受西方媒体关注 新唐人雅瑟电视 陈祥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